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香港航空联合赞助播出 美军报告显示 阿富汗伊朗叙利亚三国驻兵近2.6万 白宫圣诞布置近线特朗普家族特色 晚上好 欢迎收看11月27日的凤凰美洲新闻 新闻首先带您来关注 美国国防部一份最新报告显示 美军在阿富汗 伊拉克和叙利亚三国 一共部署了近2万6千名士兵 远超当局此前承认的海外驻军人数 根据美国国防部的统计 截至今年9月30号 美军在伊拉克有8892名士兵 在阿富汗有15298人 而在叙利亚则有1720人 将近2万6千名美国大兵在这三个战区服役 这份数据来自美国军方 防务人事数据中心的季度统计报告 值得注意的是 五角道楼历来不会将特种部队 或临时派驻人员纳入这个数据统计中 所以美军在中东的实际人数甚至更多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早前曾承诺 就实际部署人数向公众给予更高的透明度 五角道楼此前在奥巴马任内 正式回应有关部队人数问题 提供了部队管理水平的人数管理上线 五角道楼早前给出的在伊拉克的人数 为5262人 然而军方的人事数据中心追踪的是实际数字 而并非由政策驱动的部队管理水平数据 在去年12月奥巴马卸任前 报告显示驻一美军有6812人 驻叙利亚美军的数量也远高于此前官方承认的数字 五角道楼之前提供的在叙利亚的部队管理水平人数 为503人 而军方数据报告的实际数字为1720人 外加三名国防部文职人员 而在阿富汗的实际人数也远超官方数字 加上1202名文职人员 美军在阿富汗共有16500人 风王卫视黄卓华盛顿报道 还有不到一个月就是圣诞节 今年也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家 在白宫度过的第一个圣诞 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亲自主持节日布置 并在27号向媒体展示 而预计由当天直到圣诞 新年白宫将会接受超过25000名兵客 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在经典芭蕾舞的乐声中现身 为今年的圣诞白宫揭开面纱 对于特朗普一家在白宫的第一个圣诞 梅拉尼亚选择了较传统的圣诞装饰 但也不乏新鲜创意 例如通过用白色枝芽装点的白宫冬一长廊 迎接来宾的是蓝厅里 特朗普一家的官方圣诞树 高达5.5米的冷山树上 挂满了印有美国各个粥和熟土徽章的装饰品 墙上则挂着 由特朗普夫妇和11岁小儿子巴伦亲笔签署的圣诞卡 送上圣诞与新年祝福 一座重达160公斤的姜饼白宫 以朝南的视角完美还原了整座白宫 窗户上装饰的东青花环更是点睛之笔 与真正的白宫相映成灰 孩子们自然是圣诞佳节少不了的主角 梅拉尼亚邀请了附近军事基地里的孩子和学生们 来参观圣诞装饰和参与手工制作 孩子们一拥而上 与第一夫人亲密拥抱 白宫表示 今年圣诞装饰包括有71个花环 53颗圣诞树 超过18000个彩灯 来自29个州的150名志愿者 在刚过去的长周末 花费了1600个工时 来装点主题为 历久彌新的传统的圣诞白宫 向超过200年的节日传统致敬 从周一开始 庆祝活动将一直延续到12月 而白宫厨房已经准备好31000块取积饼迎接八方来客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另外在刚刚过去的感恩节假期 美国的网络销售达到79亿美元 再创历史新高 而预计美国消费者在网络星期一的购物支出将达到66亿美元 根据美国奥多比公司的分析报告 今年的感恩节和黑色星期五两天 美国的网络销售额达到79亿美元 同比增长17.9% 创历史最高记录 仅黑色星期五当天 消费者在网购上就花费了50亿美元 同比增长16.9% 报告预计感恩节后的网络星期一 预计全美的网络销售将创下单日成交66亿美元的记录 18到29岁的年轻人仍然是网购的主力 占消费者总数的43% 30到59岁的消费群体占比41% 根据购物者跟踪市场调查公司的统计 今年感恩节和黑色星期五两天 到实体店购物的消费者同比减少了1.6% 德勤公司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 网购已经成为美国人冬季购物的首选方式 预计今年年底购物季期间 美国网络零售额将增长18%到21% 达到创纪录的1070亿美元 富翁卫视郭晶晶 李战青 洛杉矶报道 广告过后我们来看更多的消息 感谢回来 我们来看今天来自美国各地的简讯 美军一线作战部队对女兵的禁令解除后 80多个女兵在乔治亚州的本宁堡基地受信 其中22人在结束训练后毕业 包括18岁的克里斯丁 她将成为第一批美军女步兵 克里斯丁放弃了足球运动员的大学奖学金 而入伍成为一名步兵 她说她的哥哥就是步兵 她一直把哥哥当作榜样 希望自己也能到一线部队当步兵 陆军作战部队的步兵今年向女兵开放后 曾使男兵天下的本宁堡基地 赤资3500万元进行改建 包括兴建女兵宿舍 洗衣房等生活设备和监控器 基地出现女兵后 仅洗衣就是挑战 多年来男兵夜间可以在任何时候到洗衣房 如今则有时间表和标志 在基地的生活区 女兵的用品要和男兵的分开放置 基地领导把四个营区腾出一个 专供女兵居住 女兵营区的大门和楼道都安装了监控器 但基地长官表示 女兵都希望很快适应 像基地的每个士兵一样 烟草公司近日开始将各自的反吸烟广告 在全美各大主流媒体和主流电视台进行投放 而此举并非烟草公司自愿 而是在漫长的马拉松市诉讼败诉后的无奈之举 2017年10月 美国联邦法院一位法官裁决 从11月26日至明年的3月4日 美国公众将在几十家全国性和地方性的报纸 以及网站上看到几家烟草公司的系列声明 同时 这些声明也将以30到45秒的文字广告形式 轮流在各大美国最主流的电视频道 周一到周四黄金时段播出五次 为期一年 烟草公司的广告内容包括吸烟危害 卷烟的沉饮性 低焦单位不等于低危害 有意设计操纵尼古丁含量 二手烟危害等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我们来关注一组来自两岸3D的短消息 北京大兴区西洪门镇一处自建房屋 18号傍晚起火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北京市公安局事后成立联合调查组 开展调查取证工作 并于27号对外公布此次火灾事故的原因 经调查其中一名嫌犯樊某某 自2002年至2006年 魏京相关部门审批先后分三次建成地下一层 地下二层 局部三层楼房 建筑面积共计约两万平方米 并陆续用于出租和经营 到2016年3月 樊某某在魏京相关部门审批的情况下 组织人员在地下一层修建隔断墙 准备建设冷库 今年2月3月樊某某分别与相关公司签订合同 开始施工信建冷库 期间樊某某多次安排多人 在自建房及地下冷库内铺设连接电线 相关作业人员均无专业资质 起火前地下冷库正处于安装调试阶段 尚未投入使用 经查实起火位置位于地下中部 冷库间南墙中部的墙面上 起火原因是埋在 居然只保温材料内的电气线路故障所制 排除人为放火嫌疑 樊某某等20人应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 已被公安依法刑事拘留 目前公安机关正会同相关部门进一步强化调查取证 确定相关人员法律责任 依法打击处理违法犯罪人员 山西林芬一个马戏团的老虎25号在表演过程中 从笼子逃脱 混乱中有两名小孩被抓伤 从网上流传的视频可见 老虎一受刺激发狂冲破牢笼 人群乱窜四散 场面非常混乱 事发于山西林芬红铜县 一个村庄当天举行小型庙会后 有村民邀请一家公司 为某技校招工进行宣传表演 表演过程中 因大小龙自卫对接好 致使老虎意外出笼 抓伤两名儿童 部分群众受到惊吓 老虎出笼后随即捉回 受伤儿童已出院 目前公安机关及林业部门已介入调查 香港立法会主席梁军燕 周一表示立法会决定向法庭裁决宣誓无效 撤销资格的四名议员 追讨他们已经支取的薪酬及津贴 香港立法会行政管理委员会 周一早上开会后 决定向梁国雄 罗冠聪 刘晓丽 及姚松严四人 追回由270万至310万港元不等的款项 立法会主席梁军燕强调 做出决定前 已向外界资深大律师 征询法律意见 有关追讨符合法律 而四人早前在立法会会议上的投票 认输有效 另外 十二名立法会议员 针对拉布问题 提出修订立法会议是规则议案 梁军燕下午就提出了议案 做出裁决 批出当中的49项建议 另有16项不获批准 他指立法会审议程序 将首先处理修改议事规则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谢谢观看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消息 因为在财经方面 美国股市周一基本持平 消费类股继续上涨 道琼斯指数收盘再创新高 不过能源类股下挫 导致中场微升0.1% 纳斯达克指数和标普500指数 则是小幅售跌 我们来看星期一 美国华尔街股票市场走势情况 美股在周一早市开盘的时候 呈现一个第一开高走的格局 盘中算大指数 还同步创了历史新高记录 但是收盘之前 呈现获利回头夸的现象 只有道琼斯平均公元指数 在零售类股的支持之下 仍然是创高作收 但是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和标准 PRO500指数纷纷是笑叠收盘 那么当天投资人高度关注 当然是黑色星期五的销售状况 据统计显示 比去年同期增幅17% 销售畅旺 所以零售类股在星期一表现相对的突出 无论是电商还传统零售类股 都有创新高纪录的走势 特别是亚马逊 当天升幅显著 投资人也关注的是 石油价格呈现下跌的迹象 主要是有消息传来 俄罗斯可能在这个星期 欧派克减产会议上 会呈现一个信心不足的迹象 另外美国的Keystone Pipeline 动工对石油的供应 又有所增加 所以油价在收盘率下降1.4% 是58块1毛1坐手 今天股出现明显下降 对纳萨克综合指数造成压力 有消息传来 朝鲜又在准备进行合适 使市场的心情是相当的深圳 市场的猜测 将会与星期四参议院 对税法改革的事与相关 另外联邦储备纪主席人女士 本周在国外山庄 进行经济方面的这个状况听证 同时鲍威尔在本周 也将会就继任联中主席职位 进行停证 这些消息都会对市场造成影响 所以在星期一 虽然是大盘 创了盘中历史新高纪录 说盘前呈现审慎获利回阻 泡牙的现象 以上是星期一情况 凤鸿一是旁哲 你五月报道 我们来关注 今天世界各地的全球财经指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外在社区新闻方面 中国彩灯点亮世界 大型中国彩灯艺术节 近日在美国亚利桑那州首府 凤凰城隆重开幕 一场名为中国彩灯点亮世界的大型中国彩灯艺术节 16日晚在美国亚利桑那州首府凤凰城开幕 本次艺术节将持续至明年1月2日 它不仅是2017年美国西部举办的最大规模的中国文化交流活动之一 也是中美民间合作规模最大的文化产业项目之一 此次国际彩灯艺术节是第二年在美国凤凰城举办 并得到了亚利桑那州政府 凤凰城政府和成都市外办的大力支持 开幕式上凤凰城市长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文化领事王景等州市都为政要出席并剪彩 虽然这是第二届这个活动 但是已经逐渐成为备受当地人民关注和喜爱的活动 那么这样的活动也是为这个中美文化交流 大建起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为促进中美人民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和了解 那么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为了此次灯光艺术节 组委会特地从四川成都请到众多艺术大师们 他们用优秀的技艺将传统题材 与现代工艺抽象和具象写意和写实 新古典主义与后现代风格结合 深刻展现了中国彩灯的亲和力感染力和无穷魅力 带给美国观众不同的感受 我相信通过这个活动会告诉世界 我们中国文化的多彩 我们中国文化的风韵 去年的我们的灯展来了将近20万人 今年我们相信我们又来到了这个凤凰城的市中心 我们相信可能今年的人会将近一倍的增长 通过这种文化我们可以感受到 这个美国人不仅仅看到是中华文化 而且他看到的是世界文化 我们在我们这个彩灯世界里面呢 有埃佛尔金字塔 有这个伦敦桥 有非非洲的文化 有这个南美的这个玛雅文化 因此呢你来到我们的灯展 你就看到了全世界 今年首次投入大量资金 在美国彩灯艺术节中 植入了3D投影视频表演 展现中华千年文化 引入LED大屏幕和崭新舞台灯光音响 全力打造杂技表演 同时也被美国权威媒体 USA Today评为全美最好的 五个圣诞彩灯展 本次活动将跨越感恩节 圣诞节新年 届时不仅有大型的中国灯视展览 呈现世界各地的著名景观 还将有来自中国的传统杂技 戏曲等文艺演出 凤凰卫视钱力涛 凤凰城报道 我们来看一下 未来24小时的全球天气情况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上就是这节新闻 详细的新闻内容 请登陆凤凰新闻微信平台 感谢关注 凤凤凰美洲新闻友 长荣航空 老力士华人独家代理 李新华匪罪金城 中国东方航空 全新启航 静后您到来 让充满回忆的车子和房子 获得应有的保障 Stay Farm让您稳健一生 香港航空联合赞助播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cal pessimist